看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打开水龙头 源源不绝的水直冲而下 这是我们熟悉的自来水 但它可不如其名 自动跑到家里的水龙头 而是经过层层关卡 闯过各项检测标准 才运送到手边 过程繁杂又耗时 背后的成本也就是水费的由来 国际间水费收取结构 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是固定费用 以水管口径规格计算 口径越大费用越高 第二是变动费用 以水表计算用水量 用多少算多少 并才累进计费 水费就是由这两种费用 相加而成 有些国家会再加上 营业税和污水处理费 除了减少环境污染 水资源缺乏更是一大原因 过去一百年 全世界人口翻了三倍 用水量暴增六倍 但是水并没有随之增加 相反的 人类所拥有的淡水资源 正面临巨大压力 到了2025年 人口暴增之后 全球农业用水 将再增加20% 水资源不足的情况 更加严峻 因此回收家庭和工业废水 重新净化再利用 成为全球各国 解决缺水问题的重要政策 污水处理费 纳入水费收取结构 也就不足为奇 水看似源源不绝 其实非常有限 如果缺水的那天来临 才想到要珍惜 再多钱也换不到一滴水 因此从现在开始 洗水如今 才是水资源永续的王道 带新闻